宝子们你们知道孙子兵法在国外有多火吗 就连十几岁的小屁孩都会背 就是这个小屁孩 为了替死去的哥哥报仇 学会了孙子兵法 然后他在怀里藏了把枪 走到街上找到他的仇人 外星的是小混混并没有死 因为在千军一发之际 李四出现了 及时抬高了枪口 这才避免让这个小屁孩成为杀人凶手 没错小屁孩就是机器土出的号码 但他身上的麻烦可不止这一点 小屁孩名叫达伦 14岁 几天前 他的哥哥崔维斯死于一场凶杀案 达伦和哥哥相依为命 发誓要为哥哥报仇 然而李四提前已不收到达伦的号码 这就说明小屁孩有危险 他必须出手了 李四查到 崔维斯被杀是因为替一位女服务员出头 惹上事的 他找到女服务员 从他口中得到一个地址 漫画店 通过观察这家漫画店 李四终于找到了他的目标 达伦 并且阻止了达伦成为杀人凶手 虽然及时赶来的卡特警探 逮捕了达伦的目标布瑞克 但没有证据 根本没法给他定罪 只能先举留对方24小时 李四必须在这个事件内 解决达伦的问题 因为只要他们之间的纠纷没有解决 小屁孩达伦就无法真正安全 李四要如何解决这场纠纷呢 原来达伦知道哥哥的死 和三个黑人有关 当天就从福利院里逃了出来 常年生活在混乱地段的达伦 卖掉了家里之前的东西 和哥哥为他买的小号 买了一把手枪 想要替哥哥报仇 这个小屁孩做的事可一点不含糊 李四放心不下 只好把他交给莱奈尔警探照看 自己来调查这件事情 很快李四就发现 这件案子不简单 因为这群小混混做事很有章法 他们背后有更大的团队 李四需要芬奇的帮忙调查 但芬奇的电脑 因为上次的事故还没有修复 所以这次只能靠李四自己了 或不担心 莱奈尔警探也传来一个坏消息 那虎疼虎脑的熊孩子又一次逃走了 熊孩子再一次找到小混混所在的黑帮 想要为哥哥报仇 但这么做 无异于乱击时 好在李四再次赶到救下了他 这一次 达伦见识了李四的身手后 立刻知道李四的这身功夫 一定是从少林寺武当山雪来的 他立马拿出了所有的钱 想要雇佣李四为他报仇 但是李四的目的是为了让达伦远离仇恨 但是达伦十分坚决 李四知道无法说服这个少年 象征性的收取了一块钱 答应帮助达伦 现在李四要带着他的小助手 教他孙子兵法的精髓了 想学的宝子们记得拿出小本本 第一步就是观察 只有细致的观察才能知己知彼 李四发现 这些小混混利用漫画店 贩卖私财 收取高额的保护费 了解到这一点 李四开始了第二步 打草惊蛇 趁对方不注意 直接开走小混混的车子 让敌人露出破绽 第三步 善战者 治人而不治愈人 调动你的敌人 而不被敌人调动 果然在精通孙子兵法的李四手下 对面的两个小混混开始慌了手脚 没了车子的他们 只能借来一辆破车 这时 李四也开始了第四步 找出对方的老大 在李四不断的观察下 终于发现 原来漫画店看似人畜无害的老板 就是幕后主使 现在他们要替老板运送一大笔钱 这就是李四的机会 凭借高超的车技 李四直接撞飞小混混的破车 令人带车一起拐走了 李四直接拷问其中一个混混 因为他们负责运送这笔钱 只要钱出了问题 幕后主使是不会放过这几个小混混的 于是当着小混混的面 李四把美元当纸烧着玩 终于逼得对方 说出了杀害崔维斯手枪的下落 只要有了证据 就不怕对方不服法 李四带着小屁孩达伦 终于在烟囱中 找到了那把手枪 只要测试了手枪的弹道痕迹 就能给那个小混混布瑞克定罪 眼看任务即将完成 但突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幕后主使早就贿赂了警察 有着黑警照应 没有证据定罪的警局 只能放了布瑞克 难道又一次让对方逃之夭夭吗 眼见没有了希望 达伦决定亲自动手 他偷了杀死哥哥的手枪 找到了杀死哥哥的凶手 要亲自杀死对方来复仇 幕后主使看出达伦肖雄的潜质 他答应 只要达伦真的有勇气杀死对方 就培养他做接班人 达伦会动手吗 这个小屁孩达伦看着 近在咫尺的杀人凶手 随时准备扣下半计报仇 但李四的侠客精神教育了他 放下仇恨 最终达伦还是没有开枪 现在轮到他为在担心了 但是李四怎么会坐视不管呢 毕竟这一次他可是收了钱的 为了救小屁孩达伦 李四直接动用了军火储备 拿出了珍藏的大家伙 指导对方老巢 在一番枪连待遇之后 李四歼灭了对方所有人 幕后主使只能挟持达伦逃跑 这时卡特和莱奈尔警探 感到眼见再无生路 对方就要对达伦开枪 在这危险时刻 莱奈尔警探飞身一扑 终于救下了达伦的小命 不幸的是 莱奈尔警探因此中枪 但幸运的是 中枪的只是莱奈尔警探的屁股 达伦终于得救了 他的仇人被抓了起来 孤单的达伦也在李四的安排下 重新找到了寄宿家庭 李四重新为他赎回了小号 从今以后 他就可以摆脱过去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了